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才27岁就成为顶流 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接戏接到手软 然而想不到的是他会录制这样的一个节目 一个全新的综艺节目探索心境 有点像纪录片 王一博可能比很多同龄人都成熟 进入社会太早 12岁就从老家来北京学习舞蹈和唱歌 后来又去韩国当练习生 再后来就回国发展 成为一个演员 王一博比同龄人可能更有独立能力 因为他已经习惯一个人去面对一切 王一博和导演成尔在节目交谈 透露他过去父母都很放心 做好饭给他自己回家热吃 后来12岁来到北京很开心 过上了一个群体生活 每天和室友们相处 可能学会了如何和大家相处 王一博回答成尔导演 他没有想过会有什么后果 对于未知不会有那种恐惧 可能因为年轻 没有瞻前顾后 活在当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可能这是王一博的心态 所以他才会录制这样的综艺节目 其实在这个节目 王一博去经历和冒险 看起来很累 他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呈现 他们是在海南的原始森林区 寻找长臂园 不是打扰这些野生珍稀动物 可能还是想去了解 第一次在热带雨林中行走 马皇盯了三次 看起来还是有点恐怖 幸好身边有个搭子 还知道有草药嚼碎 可以敷在伤口上 其实这些都是经验的积累 如果今后王一博接到这样的戏 一定很有经验 演起来也更加真实到位 原始森林生存 一定得有经验 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王一博和老雪支起了吊床 睡了一宿 他可能是第一次在野外 还是在原始森林的露宿 原始森林白天的地表温度 高达40多度 到深夜也是会很冷 因为是在森林整个空气潮湿 而且非常炎热 全身都是汗水 这种滋味他一定感受很深 早上起来的时候 喝了咖啡 恢复元气 接下来就是继续赶路 身上的饮用水没了 顶着太阳走了四个小时 王一博有点快撑不住了 幸好来到了河边 跳进水中降温 王一博在录制节目 估计身边可能摄影团队人 也不是很多 很多事都要自己去完成 他和普通人一样 身上没有看到那种 大明星的架子 看起来很好相处 因为太热 王一博已经不在乎形象 迅速降温很重要 否则他会中暑 或者会热衰竭 后果难以想象 好在他年轻 平时可能经常锻炼身体 虽然看起来瘦 但应该还是有腹肌的 王一博还是有点害羞 可能因为这是要播出的节目 他没有脱掉T恤跳进水中 而是穿着衣服下水 其实气温太高 又潮湿还很闷热 所以汗流加倍一点都不夸张 经历过这次 王一博一定会变得 更加成熟和稳重 因为这种经历 不是谁都可以有 而王一博选择做这件事 可能也是想突破自我 锻炼自我 尝试和冒险 王一博录制这个节目 可能就是因为有新鲜感 没有尝试过 所以在节目尝试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被马黄咬 第一次在原始森林 用野果子解渴 也是第一次穿越原始森林 更是第一次在原始森林露宿 王一博还年轻 敢于尝试和冒险 对他有百亿无害 因为人经历的是多了 可能才会更加的成熟稳重 更有担当 如果没有老雪 可能王一博很多事都无法完成 可能会抓狂 还好节目组 不是让他一人完成任务 王一博喜欢运动 他的街舞很溜 他还是赛车手 对于这种极限登山运动 他也是头一次亲临感受 他可能也会有很幸运 因为学习到很多野外生存的技能 王一博和成尔导演交流 表示他一直都是在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所以不会对未知有恐惧感 因为他自己喜欢去尝试和冒险 这个节目有点狠 王一博亲自去尝试也是令人惊讶 因为他完全不用这么亲力亲为 他已经是顶流 资源好到爆 但他可能不想做一个温室的花朵 他想超越自我 成为独一无二的王一博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大矿